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台湾军力部署图 所列内容有无机密可言 两岸时事评论员宋小军 郑诗诚 赖月谦 带来独家观察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被指控涉嫌所谓泄密 教唆泄密案 台北地院经5个月审理 25号一审宣判马英九无罪 台北地检署对此不服 表示将再上诉 为何他要一告到底 马英九能夺过一件又一件的司法诉讼吗 台湾时事评论员郑诗诚 赖月谦 由深度解读 24号 中国空军轰6K战机再次进行远洋训练 编队飞越宫古海峡检验远海实战能力 对此 日本防卫大臣小野45点25号公开表示关切 但承认并未发现此次飞行在国际法上有问题 日方未提出抗议 没有发现问题但又表示关切 这反映了日本方面什么样的心态 国防部称 中国空军战机远洋训练要常去多飞 这又该如何解读 时事评论员宋小军带来深度解析 海峡新干线 两岸看世界 欢迎各位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谢青林 完美好赚 六贵福珠宝 本来没有由中国匠心珠宝品牌六贵福举名播出 近日 一份大陆民间研究机构发表于去年的 台湾地区军事力量部署图在岛内引发关注 只因其列举出台湾的军力部署 导弹射程 空防范围等资料 并作为出版品公开出售 台媒惊呼 这份台湾军事力量部署图内容详尽 这张部署图包括一幅大图 七幅小图及一个图表 其中 大图是台湾军事力量部署图 详细列出了台陆军三大军团 三大指挥部 导弹指挥部 以及台海军空军各基地的驻地编制 乃至下属一级部队的编号 至于小图 则分为地对地导弹系统覆盖范围 海洋感知基础设施 防空与导弹防御系统 防空导弹与天舰导弹覆盖范围三部分 并将各型导弹的射程图示化 图表方面则是台防务部门 及军令系统的组织体系图 据了解 发行这份台湾地区军事力量部署图的单位 是大陆支援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根据该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介绍 该图数据员的管道基本来自公开的信息及渠道 对于大陆民间的出版品 详列台湾的军力部署内容 台防务部门发言人陈忠吉表示 台防务部门知道有这份出版品 其内容都是取材自公开的数据 网络上都找得到 台防务部门不予评论 也不会证实内容的真实性 台军方该做的保密措施都会做好 请台湾民众放心 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宋小军先生 一份大陆民间研究机构去年发布的台湾军力部署图 现在突然被台媒拿出来说事 还很惊讶的样子 台防务部门表示说 知道有这份出版品 内容都取材自公开资料 您怎么看待这份台湾军力部署图 以及台湾方面对此事件的反应呢 我觉得台湾方面 特别是台湾军方对这个事情的反应呢 确实有一点点的渲染的意思 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方面呢 特别是在这些年来 应该说近二十多年来 也就是李登辉上任之后 台湾方面和大陆方面的军力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举个简单的例子 也就是说在1994年李登辉否定九二共识的时候 中国大陆的国防开支只是按美元计算 只是台湾地区的三分之二强一点 那么现在差不多是台湾地区的差不多十几倍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反差的变化下 至于说台湾方面的这个军力的这样的一个信息 是不是透明出来 还是到底有透明度有多大 我觉得意义已经不大了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 我觉得台湾方面去炒作这件事情 更多的还是要渲染中国大陆对它构成的威胁 那么以此来抵抗一个中国九二共识 这样作为两岸交往的一个政治基础 它其实污名化大陆呢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强调 大陆迟早有一天要武力攻台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 我觉得它背后的这个政治炒作可能性更大 好的 谢谢宋小军先生 我们稍后海耀继续请教您 就这个话题 我们再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卢强 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清零 感谢月华不锈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怕生锈用月华 那么今天来到台北演播室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时事评论员郑诗诚 郑先生您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另一位是时间大学教授赖月谦 教授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陆民间军事研究机构 去年发行的这份台湾地区军事力量部署图 那么教授您觉得准确度如何 有无这个机密可言呢 准确度当然是很高了 那机密的程度并不高 因为它全部几乎可以说是全部了 都是用公开的资料来收集的 我们都知道在一般的情报界里面 百分之八十都是从公开的资料里面来获得 其他的百分之二十一般来说 就会用这种传统的或是高技术的方式 来去获得这些比较价值性更高 敏感性更高的这些机密 台湾有一个叫做青年日报 以前叫做青年战事报 是由台湾的军方所发行的一份的刊物 它是每天的刊物 那它本身都会有一些军事消息的报道 那当然它都会用代号 可是呢它有的时候会把地点也讲出来 所以在什么地点 在什么时间做了什么样的活动 然后是哪个单位 单位它是用代号来去来去做 但是呢 我们就要把这些讯息把它分类 例如说你的炮兵 你的装甲兵 你的这个火箭兵 你的空军的基地 然后你在这个清泉缸的基地里面 那么有几架战机 然后在台南基地有几架战机 它是什么样的战机放在那个地方 你只要这样子不断的去累积归纳 你把它用归纳法把它放好 放好了以后你就不断的去看 然后因为有的时候台湾的媒体也会报道 军方的相关的消息的时候 那台湾的媒体的敏感度就更低一点了 它就不见得会翻号 它甚至连那个指挥官的名字也会写上去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资料链就把它建立起来了 所以它是一个要耗费人力 要耗费时间 然后长期的追踪把资料收集 但是研究的技术跟研究方法并不困难 它是要耗比较多的人力 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 等于是说中国大陆的民间的研究机构跟研究所 他们对于台湾的军力的部署跟移动 是有在做长期的追踪 这个部分里面的讯息当然准确度是高的 那我们看到台湾有军事专家表示 这件事表明大陆将台湾摸透了 那么郑先生您对此如何解读 这么说我刚呼应一下赖教授 说这个东西从大数据可以取得 透过这样的部署 其实我开玩笑 就说如果我大陆真的要对台湾有军事作为 我不会让民间团去公布这种数据 我真的要做我就做了 那就是说公布这数据意思就是说 两岸之间目前的状况 在军事方面台湾是一点机会都没有的 我这么讲好了 所以我相信通过这个数据台湾大概解读很多 但是最重要解读是说就军事这个部分的话 台湾的目前的状况大陆非常了解 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了解 所以不要再去想象台湾 因为或许包括美国的协助 台湾在军事力量这一部分 可能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大陆 我认为大陆说 透过这样的军事力量这样公布说 希望台湾能够往两岸和平未来的方向 统一的方向走 那个读的部分不要再想象 尤其靠军事力量或靠外力 这部分的想象 我认为透过这样的一个介绍 我相信不要说警告 是提醒 就是有些事情不要用自己的想象 来以为说会达成某种目的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 被指控涉嫌所谓泄密 教唆泄密案 经过五个月审理 在8月25号一审判决结果出炉 台北地院认为马英九无罪 对此案件检方台北地检署声言不服 表示将在上诉 而承认马英九办公室副秘书长的罗志强 则炮轰台北地检署 奉劝其别再继续丢脸了 马英九先生违反通讯保障及监察法案件 本院判决的结果是马英九先生无罪 经过五个月的审理 台北地院做出一审判决 就马英九2013年8月31号泄密部分 认为马英九构成泄密罪 但它是行使台湾地区领导人职务 解决台湾各机构间的争议 以相关规定可阻却其违法 认为有泄密的一个行为 那主观上也认为它具有一个不法性 那但是在所谓的违法室友的部分 认为有阻却违法室友 另就同年9月4号教唆泄密部分 台北地院认为检察官举证不足 无法证明马英九有教唆黄世明 另行起义泄漏秘密 陈审的法官是认为 这个部分是检察官的举证不足 那所以直接认为 这个部分应该是无罪的 面对一审的宣判结果 几位当事人也迅速做出了各自的回应 马英九通过办公室发言人徐巧新表示 感谢台北地院的判决结果 称对此结果非常欣慰 呼吁北检依照证据办案 切勿为了定人入罪而罗知罪名 马英九说 期待未来卸任的台湾地区领导人 不必面对各种无谓纠缠 希望法律的理念与台湾未来 都建立在公正连结 合作信任等正向的价值上 台立法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回应 尊重司法判决 相比王金平的冷静 柯建明则无法接受这一判决 柯建明办公室25号晚间 发布新闻搞痛批 马英九净判无罪 枉法裁判 司法蒙羞 呼吁本案检察官 绝对要上诉到底 此外民进党中央发言人 阮昭雄表示 民进党深感遗憾 但尊重结果 案件的检方则选择了 和柯建明同一条战线 台北地检署25号晚间 召开记者会 声称对判决结果深表遗憾 并批评办案法官 被马英九辨词误导 马一再发表言论不当 干扰审理将提起上诉 被告院计调解之变词 是可以在政治上 运用侦查中之刑事 个案的侦查资料 将造成台包院的错 担心担忧的行政权 借由操纵检察权 影响审判权的危险 曾任马英九办公室 负密书长的罗志强 再替马英九 获判无罪高兴之余 也重炮轰击台北地检署 罗志强表示 虽然这起官司还没定验 但一审无罪 已经打脸了牵强罗志 硬是起诉马英九的北解 代表在台湾 公道和是非 还没到被变身 绿营名嘴的北解 打成破铜烂铁的地步 我们知道这个事件的案子 分为两个部分 柯建明自诉马英九 涉嫌教唆泄密的部分 台北地院先前 就已经判马英九无罪了 那么昨天台北地检署 控诉马英九 教唆泄密的部分 台北地院再次判决 马英九无罪 但是台北地检署 不服表示将在上诉 那么教授您怎么看这个结果 台北地检署为何要告到底 台北地检署这样的一个做法 对于他们未来的升官 是有帮助的 因为台北地检署再怎么样 他们还是属于检查系统内的 它是属于行政的职务的范围 也就是说 他们未来的升迁 是依靠的就是法务部 法务部门的长官的一个 对他这样的一个 现在已经陆续有人在升官了 就是对他们的一个青睐 那你就看到也就是说 他是属于行政系统的部分 并不是属于法院的司法的审理系统 这个部分 所以一个检察官 如果对于马英九的案子 穷追不舍的话 这样的情形就非常符合绿营的 他们的期望 也很能够满足像柯建民 这样的一个官说案的当事人 而且是民进党的大党边 所以看起来这个检察官很明显的 他就是为了自己的未来的发展而定 而且不要忘了 因为他在抗辩 也就是对于一审法院的这样一个判决 他不服的时候 他的用语跟讲话 完全不是站在法律的内容内 也就是说他不是站在公律师的 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讲的公律师 检察官就有一点代表公家的律师 那么对于所谓的犯罪者提出诉讼 可是你是一个法律的专业的人士的话 那你对于法院的这样的一个裁决 你不服的时候 你也应该要依照法律的专业的用语 跟逻辑跟法理来提出你的抗议 然后往上提出你的上诉 可是我们看到这个检察官的所有的 说法几乎都是政治语言 那几乎都是政治语言的话 这个就不对了 因为检察官怎么可以用政治语言 来对于这个司法的判决来说话呢 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们就非常的了解 这个检察官未来的升官是有望了 我们来看两位当事人的回应 王金平仅回应尊重司法判决 那么另一位当事人柯建明则宣称 王法裁判让台湾司法蒙羞 那么郑先生 您怎么看两位的回应 其实这次法官的非常重要 宣判无罪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说 检察官一直用所谓的马王不合 这样的理由来说 因为这样所以马英九故意要泄密 然后把这个要用这种方式 把王金平处理掉 可是法官认为说 请问一下马王不合 你的论述的基础在哪里 这个办法 这种理由没办法成为 我能够判马英九有罪这样的依据 至于王金平 因为王金平算是大内高手 他以前讲过一句话 又在孤丰顶上 又在红尘浪里 王金平这种回应是无风无雨 这个是非常正常的 那柯建明这个回应我们大概都知道 因为他就是其实跟主持人报告 其实包括民进党 包括柯建明这些人 不是结果或许很重要 他们在享受那个马英九一天到晚进出法庭那个过程 非常的舒服 以前你们用法律整我们陈水扁 现在我们就怎么用法律整理这个马英九 就是这样子 那现在马英九就这么多案子 一百多个案子在等他 就这样进进出出 这个案子就算一审判无罪 但是检察官准备要上诉 因为就刚刚跟赖教授讲的一样 我要升官就非得追到底不可 我相信他的未来的一百多个案子能判有罪的空间相当有限 马英九是个我们台湾人讲非常龟毛的人 他龟毛到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不沾锅 所以你觉得他会为了报复某某人 运用台湾的法律去对付某个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好 谢谢两位的分析和点评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继续关注所谓马英九教授限定案的相关消息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卢强 我们来继续关注台湾岛内的消息 在一审判决结果宣布后 马英九办公室发言人徐晓星呼吁台北检方 依照证据办案切勿为了定人入罪而罗知罪名 同时马英九表示 期待未来卸任的领导人不必面对各种无谓纠缠 希望法律的理念和台湾未来都建立在公正连结合作信任等正向价值上 那么教授您对此如何解读 马英九的这样一个讲话不是很周援 例如说对陈水扁的贪图案的追诉 的起诉是天经地义的事事 台湾的绝大部分的老百姓都认为应该这样做 那马英九怎么可以说 以后的卸任领导人都不要去面对这个司法呢 这个讲话是不合逻辑的 马英九自己的任内有没有涉及赌制罪 这个还是可以追踪的 社会还是有公益的 社会对于马英九的很多的决策是有疑虑的 例如说我们都知道的比较大的几个案子 像台北的大巨弹案 现在这个远雄的赵腾雄被受压了 这个就是马英九在当台北市市长的时候 把这么大一块基地那么给这个远雄来去承建 而在整个过程中是有瑕疵的有问题的 也就是说马英九不见得会因为这些案子 把这个钱放到自己的口袋里面 可他有可能在当时有政治的盘算在里面 所以马英九不见得会涉及贪污 但是赌职我们并不能完全排除 那要看检察官的证据到哪里 就要办到哪里 那我们看到昨天这个结果呢 马英九虽然是一审被判无罪 但是民进党还准备了好几个案子候着 除了所谓的教唆泄密案外 最棘手的应该就是台湾中影中广等相关党产交易案 那么郑先生您觉得马英九能够躲过民进党这种 不依不挠的司法诉讼吗 他应该如何应对 这么说主持人我把结论放在前面 如果台湾能像刚刚赖教授所讲的一切就是论事 那事情就简单了 问题台湾一向不是如此 只要涉及政治的事情一向不是如此 如果马英九在过去担任台北市场任务 包括大巨蛋 那如果中间有些政治考量是不是涉及独职 这个我觉得都可以去透过司法途径来加以追踪 可是不是啊 现在民进党的策略是乱枪打鸟 我反正我就给你一百多案子 我刚刚在上个上面节目讲过 就是我就是要你走法院 我要享受那个过程 过程最后或许会有bonus bonus就是你被判罪了 不管你是独职罪以后 甚至最后可能最大的收获 你真的有可能涉及所谓的收受不当利益 就是所谓的贪污 那我就更好 我们这个台湾其实 如果要未来的政治正常发展 必须要就事论事 这个领导人在任内干过什么事情 真的有涉及犯罪 我们一样一样来检讨 但是不能说我因为要报复你 对这个前领导人陈水扁 这样贪赌 对着这样一个追溯 这样的一个判刑 这样的一个监禁 所以我这个人呢 我绝对让你永无宁日 这样的结果会造成大家 就是报复来报复去 对于未来的领导人角色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处 只是大家报复而已 并不是取得所谓的公平正义 也没有在法律上面 法律的位界上面说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不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法律等于又被 又被一些政客拿来利用 这就是我的结论 所以以后这种情况 会不会舒缓或避免 照台湾目前的政治氛围 对不起我很悲观地讲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那今天谢谢两位的分析和点评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好的 谢谢台北摩世 据台湾媒体报道 分普尼独蛋风波越演越烈 最近台防疫检验部门 又接连验出十家养鸡场的鸡蛋 分普尼残留超标 对此业者是纷纷喊冤说 疑似使用除虫剂才会有这样的状况 目前屏东地检署已经约谈 贩售含分普尼药剂的业者是否涉嫌违规 贴上封条这些鸡蛋不准再卖 就是这样啊 就这样 二三十箱这样 因为演出分普尼超标 防解人员来到台南西港的信友牧场 这边才刚查完附近的西兴牧场 也发现毒鸡蛋 老板娘很无奈 老板娘喊冤说 想给机制更好的环境 用了除虫剂 没想过药剂会残留 类似这样的状况还不止一家 防检局公布新增十起案例 台中一个 彰化两个 台南有五处 高雄两处 目前全台累计十五个问题机场 机制管制五十一点九万只 封存三十一万颗鸡蛋 新增的台南五间养鸡场 封存四万零三百颗鸡蛋 卫生局追踪 毒蛋大多流向台南云林嘉义的传统市场 恐怕会冲击婆婆妈妈的消费习惯 另外高雄陆族的违规机场 林东航以及益顺 都是同一个老板 益顺鸡蛋 分埔尼残留四十ppb 如果以欧盟标准 一天吃六颗 恐怕就超过人体的容许范围 业者表示 卖了三十年鸡蛋从来没有出过问题 怀疑日前帮鸡脂治疗皮肤病 药剂残留 屏东地检署也在二十四号 约谈一间药剂厂商 茶库撕掉标签的分普尼水旋剂 已违反动物用药品管理法 预订成性父子 分别以五十万三十万元交保后船 但问题机场是否都向他们购买 目前还没有厘清 下一节我们将带您关注 二十四号 中国空军轰6K战机 再次进行远洋训练 编队飞越宫古海峡 检验远海实战能力 对此日本防卫大臣 小野四五点二十五号公开表示关切 但承认并未发现 此次飞行在国际法上有问题 日方未提出抗议 没有发现问题 但又表示关切 这反映了日本方面什么样的心态 国防部称 中国空军战机远洋训练 要长去多飞 这又该如何解读 视频留言宋小军会有声音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谢清凌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完美好赚六桂福珠宝 本来我们由中国将星珠宝品牌 六桂福居民播出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的官方微信号 下面进入今日重磅环节 据环球时报报道 中国空军战机24号进行远洋训练 不仅引来日本战机紧急升空 还引来日本多方的大呼小叫 日本独卖新闻称 中国轰炸机飞到G1半岛附近海域 并称这是中国战机首次沿这种路线飞行 对此中国空军官微发出铿锵有力的声音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阻挠 中国空军还要一如既往 不管谁来跟着半飞 中国空军还要长去多飞 24号中国空军轰6K战机再次进行远洋训练 编队飞越宫古海峡检验远海实战能力 当天下午中国空军官方微博公布消息 8月24号中国空军战机进行远洋训练 并配发了一张战神轰6K战机海上飞行的照片 标题显示为中国空军飞行员8月24号拍摄 对中国的这次远洋训练 日本防卫省当天发布消息称 6架中国轰6轰炸机 当天经过冲绳本岛与宫古岛之间 飞至大阪南部的G1半岛近海上空 日本防卫省表示 这是解放军军机首次飞行这条航线 对此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机紧急起飞 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25号举行记者会称 从国际法上看 此次飞行不存在什么特别的问题 日方没有提出抗议 但是日方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表达了关切 日本防卫省也承认 中国飞机并未进入日本领空 对于日本大惊小怪的反应 中国空军专家傅前哨25号表示 习惯就好 在这一点上日本不能说三道四 其太平洋相关海域 是各国都享有航行自由权利的区域 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日本也在进行类似的飞行训练 无从指责中国 此前 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静科大校也曾表示 中国空军开展的常态化 远海远洋训练 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是提高实战能力 推进强军事业的正常需要 空军远海远洋训练 从2015年开始 已经开展了三年 从开始时一年四次 到现在一周多次 数月来 中国空军持续开展了多次远海远洋训练 多型多架战机编队 飞越巴士海峡 空谷海峡 检验了远海实战能力 中国空军开展远海远洋训练 三年来 应对和处置了各种干扰 阻挠 不管遇到什么阻挠 我们还要一入计划 不管谁来跟着半飞 我们还要长去多飞 空军将会更好地履行使命责任 维护国家有权 保卫国家安全 保障和平发展 就这话题 我们继续连线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宋小军先生 对于中国轰炸机飞到G1半岛附近海域 日本防卫大臣小野45点25号公开表示关切 并声称已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确认飞行意图 但是日方未提出抗议 小野45点承认 并未发现此次飞行在国际法上有问题 没有发现问题 但又表示关切 这反映了日本方面什么样的心态呢 我觉得日本方面对中国轰炸机飞跃它的相关导链是非常敏感的 每一次的飞跃它们都会做非常详细的统计报道 而且日本应该说它的自卫队确实也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不同的时间地点非常精准 那么它不断地来炒作这件事情呢 我想当然它不可能把中国已经完全是正常的训练 并没有违反国际法的一些正常的飞行 把它说成是违法 但是它炒作这件事情 本身跟日本现在面临的问题也有很大的关系 在特朗普上台之后 那么所谓的重返亚太战略被废掉了 那么TPP也被废掉了 那么特朗普虽然前不久 特朗普政府的防长和国务卿跟日本方面召开了所谓的二加二会议 口头上强化了日美安保同盟 但是从最近朝鲜半岛的形势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明显现在在亚太地区的投入的精力和资源是不足的 而且特朗普在8月23号又宣布了阿富汗的新战略 明显可能要在这个地方不像在奥巴马时代那么重视亚太了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日本不断的炒作中国的轰炸机飞出新航线来穿越日本的几个海峡 那么更多的还是要让美国也要重视它 那么加强在亚太地区的投入 不要忘记亚太地区还有它这样一个坚定的盟友 好的 谢谢宋小军先生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跟宋小军先生来讨论这个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叶青林 完美好赚六桂福珠宝 本来没由中国匠心珠宝品牌六桂福居民播出 就中国空军战机进行远洋训练的相关话题 我们继续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宋小军先生 对于中国空军轰6K远洋训练飞出的新航线 中国空军表示 未来空军战机远洋训练还要常去多飞 那么从训练角度来说 这次的飞行训练有哪些特别的地方 它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一次的空军的 轰6K的这个远海的训练呢 确实是一个 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航线 当然我们说它的意义主要还在于 中国军队改革之后 形成了一种联合作战的体制 那么这种联合作战体制是什么呢 主要是军种主舰战区主战 那么在战区主战什么意思 比如说现在日本海方向是在东部战区 那么东部战区它不仅仅是空军 要自己飞得远 而且海军也要走得远 而且海军和空军还会形成一种联合作战的模式 虽然这一次是空军的单独的训练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体现了中国军队改革之后 也就是说中国海军舰艇在任何海域 都可以得到空军轰炸机的这样的一种掩护 或者一种作战支援 所以说要求空军必须在一个非常复杂 陌生的海域要非常非常熟悉 要不断地去飞 那么新的航线我想不光是这一条 以后还会有很多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海军在整个的日本海方向 会有很多很多条航线 而且会发生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中国空军的这样的一个配合 联合作战的飞行 也会同样覆盖更大的海域 好的 谢谢宋小军先生的分析和点评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印度西北部哈里亚纳邦和庞哲普邦 8月25号发生大规模骚乱 已导致31人死亡 另有数百人受伤 据今日印度报道 骚乱是由当地一宗教组织的信徒 抗议该组织头目被认定强奸罪成立引起的 报道称 到目前为止 哈里亚纳邦已报告发生224起暴力事件 庞哲普邦发生64起暴力事件 两个火车站和两辆警车遭焚烧 哈里亚纳邦 庞哲普邦和北方邦的一些地区已经实施宵禁 目前骚乱开始向首都地区蔓延 已有一辆公交车和两节火车车厢被焚烧 但没有人员伤亡 目前首都警方已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印度总统科文德在推特上发文 对暴力事件和破坏公共财物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哈里亚纳邦首席部长辛格呼吁民众 不要破坏该邦的和平与安宁 哈里亚纳邦警方说 已逮捕至少1000名该宗教组织的信徒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的官方微信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 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中午12点半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22点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